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印尼雅加达台商爱新不落人后 为前线医护人员募集防疫装备 台湾工商联谊会发起捐款 购入3000件防护医 1800个护目镜 还有N95口罩及医疗口罩等 并依照各间医院的需求分送物资 这一日是集合我们在雅加达的 爱商们一个礼拜的期间 我们把这个钱募集起来 所以说买一些这个医院的集息品 我们打算是捐给这个医院方面 对医生有一点帮助 而是武汉肺炎疫情冲击 印尼有许多商家被迫停业 据统计已造成280万人失业 靠日新过活的底层民众 更是三餐难以为继 雅加达台湾工商联谊会理事长 曾玉华表示 正筹备物资要捐赠贫困民众 他也指出不少做生意或经营工厂的台商 也受到影响 但仍热心捐献 希望尽他们的微薄之力帮助更多人 在这个患者疾病这么危急的时候 我们是尽一点力量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台湾 也是关照他们印尼这边 台商携手印尼医护对抗疫情 首批物资已送至雅加达近郊的西罗姆医院 接下来也将陆续分送医疗物资 协助抗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